大半夜居民提了水桶 在水车前提水 就怕到了白天就没水可用 西区大香港社区 晚间突然停水 到了白天 包括历井江山社区 第一特长社区也突然停水 家里厨房里的碗盘 根本无法清洗 晚上要洗澡 现在我们都不敢洗衣服 屁服都蹲起来 还有厕所的都要用 现在已经快进去没水了 没有啊早上起来就没水了 上厕所都没水了 明明就洗水摔了 要事先跟我们讲啊 对不对 你临时这样浴 没有预警的停水 我们真的很 人生用水很受不了 我就是自己Google去上网 看为什么没有水啊 就是说就是停水 太麻烦了啦 这个蛮临时的 就很突然就对了 很突然也不晓得为什么 不想是水管破掉还是 我们这里因为都是大型社区 立井江山第一特长新一层 包括整个深美 从外区也都没有水 从外区都没有水 所以基本上这个水 基本上不会像水公司讲的 就是从昨天才开始停 一定是更早就已经停止供水 因为一直到 这个在水公司很临时 到昨天才公告 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对啦 不太对 那我们希望说 你又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至少说让大家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说 既然水源地那边没有水 那是不是要提早 提早先出水 或是说要节日用水 民众看到水车前来供水 纷纷拿出水桶来装水 甚至有人洗衣服 洗到一半 就突然没水 现在就是整个 深澳坑地区 严重的缺水 不仅是深澳坑地区 中正区 信义区 陆陆续续都传出缺水的原因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共鸟跟新山水库 现在都面临的水源不足 甚至新山水库只剩下56%的 存水 那只够我们基隆市民 大概30天左右的用水 那在这里是不是建议 自来水公司 是不是采取分区供水 让轮流 让各区能够储水备用 不要突然让他们就说 怎么就没有水 那现在民众最关心的就是说 水什么时候会来 不要这样子突然停水 让我们都没有水 现在他们我刚刚看到 有洗衣机 有洗到一半的衣服 整个洗碗槽都是还没有洗的碗 还有马桶没有冲的一个状况 整个都是臭气冲天 民众都受不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自来水公司派水车来应急 可是这不是长远之际 我们大幸运深澳地区 开始已经没有水了 那包含说我们从马街 一带也开始都没有水了 那的确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供僚那边的水资源是非常的匮乏 那刚刚四孕也有联系 我们自来水区处 李处长那边 那希望说是否可以从新山 或者是西市 或者是各地方水库 尽速的来吊水来支援 因为所知道的话是 这一两个礼拜 那已经先从我们的中正区那边 开始没有水 那包含说我们新一区呢 普遍高地的地区呢 也开始陆续没有水 那现在呢最重要的部分的话 是我们也发现到 我们现在目前全金融市的水车的话 也就只有四台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非常的严重 就是说是不是也可以先从其他地方 那先吊水车过来支援应急 因为毕竟呢中正区跟信义区 算是蛮大的一个区块 那也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都在我们中正与信义 那所以呢我们金融市这边呢 如果说仅有四台水车 那是不足的 市议员何淑萍 韩世玉 紧急通知水公司 派出水车前来供水 面对供疗宴急水区减量 金融新一区管线处于末端 无法顺利供水 这台水公司说会全力的调度 中正新利高低的问题是 因为它是供疗过来供水 以及基隆这个新山水 新山积水厂的供水 刚好都是在末端 所以目前影响面 大概只有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我们会做 新山这边软软的大量 比较大的出水跟新山的一个出水 让满足市区的压力 然后让重阀加压站 有办法启动 然后缓供应到 这两个中正跟新利高低的区块 目前新山水库 11地的有效蓄水量 在56.97% 约在570.8万吨 在水公司说 供疗宴急水区的水量 仍保持在2万吨左右 但如果再不下雨 难以评估 呼吁民众要供体时间 节约用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